大家看一下這題 他說試問這個點桌標 批點桌標在第幾項線 這樣你行不行 來看清楚來 這題看起來很簡單 好不好 這但是這題觀念非常重要 這題重要是開始考觀念 告訴我這題哪一個字最重要 哪一個字你看清楚來 哪一個字 點 為什麼 因為今天這題點桌標在第幾項線 行不行 這時候掛在這邊 對吧 渡點撇中間 要判斷點桌標地幾項線很簡單 我只要確定這個A軸 和這個Y軸正負號是不是就好了 可不可以 所以說你不要大家騙了好不好 今天重點是求這個點桌標在第幾項線 可不可以 所以點桌標在第幾項線很簡單 我只要判斷這A軸和Y軸正負號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 那你看一下 其中它A軸是由水組成 在這512度 對吧 然後Y軸是由騰拳1386度 換句話說我只要把這兩個正負號找到的數據好了 來 告訴我512度太大害小 太大 太大把它扣下來扣幾度 360 扣掉360度的時候剩下幾度 152度 152度 告訴我152度第一項線 第2項線對不對 對不對 第2項線賽 欸賽 1 2什麼號 正號 所以第2項線賽 正號 這樣行不行 再看一下 Tension 1386度 一樣 告訴我 這個角度太大太小 太大 太大把它夾扣下來行不行 1圈 360 2圈 723圈 1080 扣掉幾圈 3圈 扣掉3圈是告訴我剩下 Tension幾度306度 306度 第1項線 90度 180 270 306度 比270多幾度 36度 對吧 所以說在第1項線 第4項線 Tension 賽事12 cos14 Tension 13 對吧 所以第4項線告訴我 Tension什麼號 5號 所以說我可以知道 這個點坐標 它A軸是 A軸是正號 Y軸是負號 這個點坐標 A軸正號 Y軸負號 所以說這個點坐標 第1項線 第4項線 就出來了 各位 可以喔 麻煩你趕快把這裡整理一下 OK